朋友们好啊 今天来开箱前不久发布的新M3系列MacBook Pro 话不多说先开箱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 深空黑配色 M3 Max的款 包装盒以往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两个大封条一丝 诶这习惯了Air之后 14寸Pro的重量还是挺沉的 先放一边 看看包装内容 最上面的是使用说明书 哦吼 黑色的苹果贴纸 下面是一个96瓦的电源适配器 手感不错 但是体积还是略大的一些 然后是一条黑色编织MagSafe充电线 OK盒子里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们回到电脑本体 哦 哇哦 好黑呀啊 但是好帅 你可以看到这个深空黑色的反光 特别有质感 黑色键盘搭配这个深灰色的外壳 这一体感非常强 第一次开机的设置向导 我这边就简单过一下吧 重新操作14寸的Pro啊 感觉有一丝丝的怀念 尤其是这个很有弹性的键盘和120赫兹的这个流畅感 好了那么开枪部分就到这边 接下来是简单的评测 M3系列MacBook Pro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配色 叫做深空黑色 它本质上呢是之前沿用的深空灰色 但是通过更细腻的10克工艺 让阳激氧化铝表面的光反射的更散漫 由此呢就降低了它的颜色明度 看起来就更黑了 这是一种新颖的黑色打造手段 带来的好处是它并不容易沾染指纹 也不会有什么掉漆 我预计下一代MacBook Air 也会用到这项技术 毕竟现在午夜色的Air 沾指纹程度确实是比较恐怖 深空黑本身呢也不同于Air的午夜色 它真的就是黑灰色 它没有其他的杂色 在较为明亮的环境下 它呈现暗灰色 这个哑光的质感 一种阳极阳化铝的高级感 或者说那种Pro感触动新鲜 而到了较为昏暗的场景下呢 几乎可以和环境融为一体 呈现令人保持专注 不会有视觉打扰的 唯美的黑 最绝的还有就是屏幕上的颜色 反射到C面的铝金属上 呈现出那种流光溢彩的 也可以说是五彩斑斓的黑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 如果你的桌面上就有许多深色的配件和电子设备 那么添置上这款深空黑色的MacBook 会让你的桌面倍增质感 我呢是不折不扣的银色用户 但这一次我选择深空黑 让自己虽然也不是什么Pro人士 但是拿到手里 在那边一坐 随便敲敲键盘 嗯就感觉自己professional 同样呢 它还配备了一条黑色编织材质的MagSafe充电线 好评 不过长时间使用后呢 还是会比银色 要粘指纹和油污一些的 但是比Air的 古页色那款确实是改善太多了 除了颜色之外 其他设计上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了 依然是自2021年以来 MacBook Pro保持的圆润敦厚的形象 1.6公斤加14寸的大小 便捷性还可以 但也算不上轻巧 全铝金属 Unibody的机身 大幅强化了它的质感和耐用性 我始终觉得这几年的MacBook Pro 绝对算得上是一支坚固耐用又动力十足的移动工作站 当然 我更希望它还有iPad 未来都能加入一定的防水能力 毕竟在键盘旁边喝东西难免啊 然后说到这个键盘 嗯 搭配深空黑一体感很强 虽然刚开始都很帅啊 然而我知道时间长它这个键帽还是很容易打油的 Pro的键盘键程呢比Air明显更长 敲击回弹手感更爽 触底更软弹 长时间码字非常享受 声音也很安静 不用担心打扰到室友或者同事 不过自从放弃了蝴蝶键盘 重回剪刀键盘后 键帽它就没有那么稳固了 测看你还是会看到一些键盘灯漏光 比较不爽 让我们来到背面 四个大脚垫让笔记本放置更稳固 也能增大散热进风的效率 左右两侧呢使散热进风口 开口也是比较大 足够增加进风量 底部呢还有Pro的专属时刻 这是Air享受不到的 虽然也没什么用 我个人觉得MacBook Pro 除了敦厚了一点 其他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尤其是这次的黑色 特别打动人心 但是要论完美程度 肯定还是MacBook Air的设计 最符合我的心意 Air的重量 厚度还有无风扇的设计 等等我觉得 都更适合大多数 日常用户笔记本的需求 那么你怎么看MacBook Pro的设计 以及这次的新颜色呢 屏幕方面 MacBook Pro依然有着迄今为止 体验最佳的显示屏 由1万颗迷你LED灯珠 组成2000多分区控光 带来了惊人的1600nit HDR亮度和不发光的黑色 对比MacBook Air的普通IPS LCD 差距一目了然 120赫兹Promotion 高刷新率 带来了赏心悦目的流畅动画 以及254PPI像素密度 和点对点的分辨率缩放 使得文字显示极为锐利和清晰 用这个本子 码代码 看文献 看数据呢 只能说除了清晰 还是清晰 足够小的灯珠 和精确调校的分区控光 使得光运现象呢几乎很难被察觉 还有色彩参考模式 和影视标准刷新率控制 满足一些专业印刷和制片场景下的需求 不过对比来看 Air也很不错 调色风格 二者都很精确 柔和舒适 iPhone拍摄的杜比世界HDR视频 可以直接在这支MacBook Pro上 预览 剪辑 搭配MacOS的色彩管理系统 真的是省心好用 在M3系列MacBook Pro SDR亮度呢 从500尼特提高到了600尼特 但说实话 差别不是很大 在户外和照明充足的工作室里呢 600尼特可以稍微提供更明亮 舒适一些的画面 好消息是可能这也意味着在低亮度下 这块屏幕需要的功耗比以前更少 就更省电了 不过响应速度方面肉眼观察 感觉和2021款那会儿差别不大 在快速滚动的时候依然能看到一些围影 但是并不严重啊 玩先单机游戏什么的依然是很棒的 加上考虑到这是一款重创作的笔记本电脑 这点无伤大雅 总的来说 这块显示屏依旧是我认为相当完美的水平 尤其是HDR观影和剪辑体验 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 绝对可以不用犹豫 无脑入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M3 Max的性能 这也是这次更新的重头戏 而且这也是第一款使用3nm工艺的笔记本电脑 我很好奇它对我日常的工作会有哪些提升 这一次我买的是残血版本的M3 Max 它比起满血版本要少两颗CPU大核 少10颗GPU核心 内存带宽也只有300G 首先还是来看看视频剪辑方面 先来一个最普通的剪映转码导出测试 最终结果区别呢主要是得益于Max有双编码器 所以在导出速度上优势明显 不过接下来我要在Final Cut Pro上 给一堆4K60帧的HEVC片段 加上大量的降噪 防抖去果冻和调色 然后让它们同时开始渲染 转码H264并导出 虽然剪辑的时候丝毫不卡不热 但是在渲染和导出的时候 就比较复杂了 可以看到M3 Max温度迅速起飞 在到达90度的时候 风扇从零转开始上升到2400转 但看起来这点转速好像压不住 温度仍然在上升 Mac也意识到了此时这个火好像不太简单 于是更进一步加快了风扇转速 直接升到了5000转 使温度快速的冷却下来 此时我听到了久违的 真的是久违的风扇声音 可以看到CPU加GPU的功耗平均是在27瓦左右 最高是到过40多瓦 由于Max它的内存带宽又是翻倍的 因此如果算上DRAM的话 芯片总功耗可能是要远高于这个数的 最终呢我这个残血的M3 Max 仅用了6分钟不到的成绩 击败了我的满血M2 Pro和满血M2 当然它的代价就是Max有一段时间风扇转速会有点吵闹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代码编译 用Xcode打包构建一份开源的MacOS App进行测试 最后的成绩来看 M3 Max十颗大盒果然不是盖的 相比这些M2前辈们有着显著的提升 但同样看来M3 Max规格大幅提升 也带来了比较显著的功耗上的提升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任务14寸M3 Max的风扇依然是摆设 都是停转的 但如果让他们强行火力全开的话 可以看到这一次 残血M3 Max CPU和GPU功耗都可以来到最高45瓦 因此M3 Max放在14寸上面就没有以前那么安静了 毕竟一下子多塞了这么多核心 14寸的小风扇肯定有点压力 虽然压还是压得住的 但是超高负载任务下风扇会变得吵闹 如果你想要它在这些高负载任务运转的时候 也保持绝对安静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省一下这笔钱买M3 Pro就行 或者你加钱上散热更好的16寸 然后来看看照片编辑 我使用Lightroom对10张RAW照片进行AI降噪和增强 这项任务需要同时使用CPU和GPU 并且GPU负载更多一些 可以看到M3 Max同样表现惊人 得益于M3家族提升的单核性能 确实可以在一些日常任务中感知到那么一丢丢的速度提升 包括简单的打开网页或是加载一份表格 可以明显感到更顺畅 操作更更熟一些 再来看看神经网络引擎有没有提升 这边我使用PixelMeter对一张4K分辨率的照片 进行两次AI超分辨率到32K 诶 那可以看到神经网络引擎应该也是有小幅提升 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M2的ANE功耗反而比后者更高 然后Geekbench 6就不用多说了吧 经典项目 CPU单核性能跑上了3100分 这个是最近几年提升幅度最大的 多核性能残血M3 Max是19000分 相比满血版多核分数它减少了10% 差距不大 然后传统GPU项目3DMark Wild Life Extreme 30核残血版本它跑出了143帧 相比40核满血版是刚好减少25% 对应各自的核心数量 残血M3 Max成绩就几乎等同于上代38核满血M2 Max 但是啊 考虑到我们M3这次GPU是有光追有网格着色还有动态缓存 我们得来点更先进的测试 这边就请上Cinebench 2024 这个结果是非常厉害啊 M3系列是成功碾压了之前所有的前辈 而且幅度非常大 即便是残血的M3 Max的成绩 就是轻轻松松送走了各位M2的前辈们 最后还是来看看游戏吧 博德之门3 极高画质1080P 记录同一场景下的平均帧数和他们的功耗 可以看到M3 Max的提升 还是比较显著的 再换一个游戏 无人升空 2K分辨率 Ultra画质 再开启Metal FX Temporal 我们的M3 Max有不少场景是直接跑上了这个游戏的最高帧数 240帧 平均游玩帧数呢也在150到200之间 轻轻松松就送走了我的这些M2的前辈们 Metal FX的优化加上ARM原生游戏的表现 这真的很惊人 同时只用了不到PC三分之一的功耗 而且得益于统一内存和高速SSD 我发现这个游戏在Mac上玩从地面进入太空的时候 它是不会有那个加载的一瞬间的卡顿和延迟的 而在我的Windows PC上我的PC配置也不低的 但是它就是会卡一下 它会有一个加载的一瞬间 最后的最后呢来看一下SSD的写入读取速度 M3 Max这一点上和M1 Max M2 Max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总的来说 M3 Max这次的提升算是诚意满满 毕竟CPU方面它是首次堆了10颗以及12颗大核 小核呢还有30%的提升 GPU方面又有光线追踪 动态缓存等等新技术的加成 还吃到了一些3纳米制程带来的高频红利 使单核性能也有明显提升 所以不论是日常轻负载场景还是专业的高负载场景 M3 Max这代都有相当可观的提升 MacBook Pro从2021年新设计开始就搭载有6扬声器系统 14寸在笔记本上面目前应该还是能排第二 第一当然毫无疑问是16寸 这边拿来继续和13寸的MacBook Air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 ... i know... And 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说不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你知道13寸Air它的音质其实真的很棒了 但是Pro用它质感量感十足的低频 还有出色的结像感 将13寸Air声音上所缺失的短板全部补齐了 同时Pro空间音频的立体感也很出众 相比Air它是悬浮在屏幕前方的声音 Pro的空间感明显是更真实 开阔很多 当然啊 老是有人问 它和市面上那个比较高端的音箱能不能打一打呢 这边就满足大家 我就搬出来一个评响素质各方面都比较均衡优秀的监听代表 珍利G1B 这对箱子国内售价是6000元 我们就简单听一听14寸MacBook Pro和它的听感差别 的箱子梁 黄文编写 像112点 Long编写 i112点 为 rem课 不论如何 我之前说过 放弃MacBook Pro之后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听不到它的声音 那种古典动人 丰富甜美的声音 是无数个出差奔波在外过夜时 最能抚慰人心 忘却烦恼的 毕竟我不可能把高保真的音箱 带着到处跑 所以MacBook Pro就是我用过最好的移动音箱 然后不得不提的就是 MacBook Pro一直以来优秀的 三阵列录音盆及麦克风 这里就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对比 我平时用的录音设备 一直是这个1000块钱买的雪怪X 我用MacBook Pro和雪怪 各录一段给大家听一下 朋友们好啊 那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 我在MacBook Pro上外接第三方麦克风进行录制的 大家听一下效果如何 朋友们好啊 那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 我用MacBook Pro内置的三阵列麦克风进行录制的 大家听一下效果如何 朋友们好啊 那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我用MacBook Pro内置的三阵列麦克风进行录制的 大家听一下效果如何 这个麦克风确实是Pro的名副其实 它的质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带的麦克风就完成许多复杂的录制和创作了 它完全不输给市面上独立的千元级别麦克风 再然后是摄像头 那这部分没有什么升级 依旧是1080P摄像头 配合M3的ISP在暗光下表现跟M2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呢 这部分刘海依旧是占据了屏幕的顶部中心 而且还遮挡了菜单栏图标 两年两代过去了 没有看到什么超广角居中镜头 也没有看到Face ID模组 就完全没有进步这一点 我觉得要给个差评 主要亮点讲完了 剩下的研究不多了 M3系列继续延续着前两代MacBook Pro的核心使用体验 触控板一直是MacBook的核心体验 而Pro的触控板按起来跟Air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通过声音你也可以听出来 Pro它更Q弹一些 也许是Pro体积大可以容纳更大的线性马达 搭配上120Hz高刷 触控板的体验也是更上一层楼 操作响应非常灵敏跟手 SDXC卡槽呢是Pro的独占 这个功能在以前对我来说用处不大 但是现在因为经常用到相机 所以SD卡槽还是挺方便的 它支持大多数现代相机SD卡使用的UHS2速度 WiFi从M2那代开始支持到了WiFi 6E和160MHz频宽 速度有了明显提升 另外MacBook Pro有着最好听也最敦实的核盖声音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M3系列加入了AV1硬件解码 不过只有解码没有编码 播放可以 自己制作AV1视频还是别想了 好了 那么关于深空黑色M3 Max的MacBook Pro 14寸的评测 就暂时先到这边 你觉得它如何呢 我们看到短短两年时间 苹果就出了两代新MacBook Pro 并且每一代都搭载了新芯片 M3 Max作为第一款3纳米高性能芯片 性能确实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深空黑的新配色也让MacBook Pro一眼牵一亮 只不过其余方面就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了 我更期待下一代MacBook Pro 能在外观、摄像头、显示屏 还有它的刘海设计上 能有一些新的亮点和突破 至于M3 Max这一代 性能提升实打实 对于用得上的人 请毫不犹豫的升级 可以显著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那么就是这样 喜欢本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